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就是黑五买风的系列第一弹 就我最近也买了很多家居的育儿的 还有衣服啊 鞋子配饰等等 我就把它分分类 今天就第一集 就是我买到的很喜欢的一些衣服 分享给大家 那第一件呢 就是啪啪打脸系列 就是褶皱三宅一世 我又买了一条他人家裙子 之前做那个合集的时候说 出坑了再不买了 结果看到这条 觉得很好看 又买回来 它是这种不规则剪裁的 算是一个连衣裙吧 是无袖的 它比较可爱的是 这边还带一个碎碎 颜色算是香槟米金色 因为过两天也要去夏威夷度假嘛 所以冬天买了一个裙子 但好像马上就可以穿了 就买了 另外不是之前我做合集 买说这个枣红色 这个小开衫 不好搭嘛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两个应该是可以搭到一起 我想那就凑成一套吧 所以就新入了这条连衣裙 果然穿上就是很显瘦很飘逸 然后它检材有很多细节 这是在FarFight上买的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号了 我找一下链接放在下面吧 买的第二套衣服 我比较喜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这个衬衫 我在之前斯兰打折种草 那个时候就穿了这件衬衫 大家问 这个就是COS的 今年COS秋冬里面 我唯一挑出来的一件 我买的时候这个颜色算是 算是白色嘛 但其实它没有特别白 就是有点那种豆浆的灰掉在 后来我发现它又出了一个绿色 比较喜欢就是它这个领子和这个袖子 非常可爱的这种像扇背 它们叫Scalop那个边 扇背边 然后是纯棉的 所以相对缺点就是比较容易皱 以免是穿的时候要运一下 那外面这个小马甲呢 是Massimo Duty的 就是以前我经常分享它家的衣服嘛 然后这个小马甲好像算是一个限量版 我买的时候已经没有最小号了 所以我买的是中间那个码 就是一个S码 所以它其实大家看是一个宽宽肥肥的 我就觉得这个 一是这个颜色还看着挺高级的感觉 另外它这个剪裁是很简洁 所以里面搭配自己的白衬衫 或者别的打底衫都是挺好搭配的 可以让你整个一身就是变得比较有设计感 对 然后给你们看看 给你们看看背面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皮的 但比较薄的一层皮 里面是这样子的 那下面就配一个垂顺的裤子 整个一身就是显得很简洁很高级 很有设计感 我其实在秋冬还蛮喜欢红色系的 你看刚刚那件Cardigan 觉得很衬肤色吧 穿黑的穿腻了 就喜欢用这个红色来点缀一下秋冬 大部分时间还是以舒适为主嘛 所以像秋冬我是很喜欢穿打底衫的 打底衫外面套个外套 像弯曲就不是很冷的话 基本白天都够了嘛 所以就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买的这么多打底衫 就分品牌跟大家分享 先是几件内外的打底衫 他们今年秋冬新款也上了很多 就在家可以穿的比较舒适那种衣服 然后我就是中情打底衫挑了这两件 然后颜色嘛就是我很喜欢红色 所以每年我都会就是特别关注红色 挑了一件这个它是枣红色的 领子算是半高领吧 就没有折过来 但是是比较保暖的 然后主要是它这个材质非常的柔软 这百分之百绵羊毛 但是我摸上去就跟那个丝绵的感觉一样 一点都不扎 我脖子非常敏感 就穿很多羊毛的 像靠子家以前那种翻领的 我这个用特别痒 但是这个非常舒服 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 搭一些黑色系的皮衣牛仔衣 就是都能点料秋冬 另外他们家一件也是羊毛打底衫 是这种大家可以看到吧 带一些暗纹图案的 也有几个颜色 秋冬白色打底衫 但是我刚需就需要多准备几件 它这个领子跟刚才一样也是半高领的 也是百分之百纯羊毛 但是一点都不扎 就是我穿别的品牌 可以这么说 百分之九十九都会不舒服 但是内外加的非常舒服 因为他们家也是做内衣 做的比较有名 这个用料是感觉很考究的 搭一些咖啡色 米色 燕麦色 就显得秋冬非常的温暖 然后它这个打底衫 因为有了暗纹 也是看上去更有设计感 更高级 第三件 这件绝了 今年算是内衣吧 衣品牌的联名的款式 它是一个body suit 它下面是连身 这边是有暗扣的 所以你上厕所的时候 要把它打开 穿起来没有很费劲 然后这个穿上就是 好称肤色 然后它这个材质 就弹力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在打底里面 就是很顺 很贴身 后背那边设计 也是有一个弧线的 而且是露肤度比较高的 所以在秋冬 算是有的时候想要dress up一点 可以用它做打底 感觉更华丽一些 然后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穿着也很舒服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用我的折扣码 这个是一直有效的 就是安娜 可以打八折 你们可以看看选一些 他们家睡衣也还不错 内衣就更不用说了 就大家都知道非常好穿 然后这件打底衫呢 是Nanushka的 就是在我那个过生日Vlog里面 就穿了 这个我就网站上一上 我就喜欢了 就是觉得很特别吧 就挺有设计感的 那这个材质就是纯棉的 所以不会扎 然后线呢 就是采用外缝的这种走线 这边有个小logo 这边有个小logo 也是纵成那种对比色 就肯定是很有设计感 但这个说实话 它价格其实有点高了 200多 买一个纯棉的 就像邱姨一样 另外还有点缩水 就是我这个洗过了 就是有点紧 就是特别是在脖颈 这个套头的时候 觉得有点紧 像刚才内外那两件 就是穿着非常舒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弊端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设计感 就是时髦的小仙女们 我觉得一定会很喜欢这件 我自己当然也比较喜欢 下面一件就是更浮夸一点了 也是设计师品牌 叫Jonathan Simkai 完全透明的 所以我穿这个里面 就配内外的那个裸色的 无痕无缸圈的内衣 就还好 然后我比较喜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对这个图案 觉得很好看 然后这种很自然的 然后偏暖一点的颜色 也是比较适合我肤色 搭配一些同色系的裤子 或者白裤子 外套这样子 单穿可能就是有点夸张 我就单穿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上身是怎么样一个包裹度 穿着还是挺舒服的 这个面料就是那种化纤的吧 虽然是高领 但是也完全不扎 不是像会羊毛的 很刺激我这个地方 很痒 这个肯定就是要搭配外套穿 要稍微花一点心思去搭配 但是搭配好了 是一件很有辨识度的 很有记忆点的 很有设计感的 这么件打底 这种透明的 还有略微的一点点性感 所以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最后一件打底衫 就是唇是日常在家穿的 我觉得价格也合适的 几十块钱 但是又非常舒服的 这种条纹的 那它这个条纹 仔细看是带一些 银丝线在中间的 所以就穿上去 有些许的这个滑贵感 不那么像一个普通的 海军风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我一般就是 搭牛仔上衣 它这个材质也是非常舒服 虽然也不是什么羊毛 或者唇棉吧 但是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他们家的质量还行 价格也相对友好一点 所以这件我比较喜欢 对 下一件就是又打脸 就是初秋那时候 购物分享 我不是买了BANSH那个牌子 好像是也是法国的 然后我说 我以后再不买三桌了 然后我就喜欢那个牌子了 但是我今天就是 三桌前两天 好像官网折扣 我就是又入了一件 他们家的西装 我还没有纯黑色的西装 所以就一直在找 有的呢就是特别贵 大概一千刀左右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吧 后来三桌打折 这一件我买下来 好像是两百 两百五六十块钱 但它是final sale 就是你不能退掉 我其实就是忙买的 我完全没有试过 很简洁的一个金扣子 它这个剪裁 是上面有点宽 然后到下面收的这种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西装 我觉得这个我穿 就是还要配一个腰带 会比较好看 现在邻近黑五 各个品牌都有折扣 就是三桌家 每年都是会打折的 就这件西装 我再找一下如果还有货 我列在下面 那下面一件就是我在 instagram上面长草的 我今天就是过生日 大家vlog也看了 我就去Camel玩了一下 然后晚上吃饭 我想就稍微dress up一点 穿的好看一点 那因为现在又冷了 所以也不能穿那种 特别漏肤的裙子 我就想要不就是看到 这个小外套 我觉得就是你随便里面穿个黑的 一搭他就好像dress up了起来 好像是一个瑞典的牌子 就是我买了它是DHL 从国外寄过来的 背面是一个像小抖篷一样 就是你穿的时候 在侧面看背面是这种 鼓出来的 就非常有设计感 袖子特别宽大 就是抛抛袖的这种 有很多颜色 有黑的啊 我这个香槟金色 还有一些什么灰色紫色 整个面料非常有光泽 就是穿上很贵妇很华贵嘛 就你想dress up一点 你就是得挑这种样式夸张一点 但是最好又好搭一点 不是一次性的 我还蛮喜欢的 如果到年底了 你们有些场合 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吧 下面这两件就是性价比特别高 一件20刀 一件30多刀 就是这个牌 Andalese Rose 是一个这个白色的 它是一个长款T恤 这个里面是有垫肩的 那我就是大家知道有点溜肩 就肩特别窄 有垫肩 可以显得我肩和腰比 会就是倒三角 能好看修饰身材 所以这个T恤 我最开始在Bloomingdale看到 它原价是60 然后那个时候打折 我记得到时候 我可能花了30多美金 实话实说吧 这个面料是属于比较粗的那种布 但是因为30刀 一个T恤裙 打底裙 也不能要求太多 对吧 就是又打折了 我估计这两天 可能还会有吧 就是到20块钱了 所以我就又入了一个 同款的就是灰色 所以这个就是秋冬 你可以下面穿靴子穿袜子 在里面做个打底 就挺百搭的 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觉得20刀买了 就非常划算的一个打底裙 像配那个西装啊 就在里面摆搭 然后我觉得质量 对于20刀来讲 真的是非常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 在家穿很舒适的瑜伽服 还有袜子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了两件 算是回购 就叫Aloe yoga 就这件黑色的是我去年买的 就一直穿 它非常舒服 它面料是很薄的这种 就是有点透明的 前两天双十一 它打八折 所以我就立刻又入了一件这个白色 就是白色嘛 打底比较万能 给你们看新的状态 其实还是就是 它是很薄的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担心 我就穿着一年 就是无数次拼命的洗啊 烘干肌 也没有破掉 就是它这个面料 是非常坚韧的 材质特别好 然后它今年新出的 它叫蓝色 但其实我觉得有点 就是铁灰色吧 这么个颜色 也是瑜伽服里面 挺可爱 挺好看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样子的 是比较短的这种 Aloe yoga 他们家瑜伽裤也有 就是总体来说 感觉他们家的材质 会更舒适一点 非常柔软 所以这个打底衫 挺推荐的 之前褶皱三宅里面 用这件衣服搭配了一下 我看问的人挺多的 这个就是Lululemon 算是今年秋天的 一个新的颜色 不是冬季的 背面帽子上有一个logo 就是一个帽衫吧 我都到店里去试过 我觉得全拉链的 没有这个半拉链的好看 然后这个算是 焦糖的颜色 非常好看 你看 很衬的皮肤白 特别喜欢他们家 今年这个焦糖色 我自己买了这个 瑜伽的T恤啊 还有瑜伽裤 里面是这种融融质地 就是有一定厚度的 秋冬穿的也特别保暖 然后这个衣服是阔型的 上身就是 也挺时髦的那种 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件 曾经一度 就是经常卖断货 可能现在应该 货源会充足了 然后包括它那个纸套 这里就是手指 可以放进去的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刚刚收到这个袜子 这个叫Bombus 这个袜子 两年前推荐过 还是我记不清了 然后最近就又回购了 因为之前的也丢的丢 破的破差不多了 我以前喜欢买这个 Happy Socks 就是各种花纹的 主要是那个花纹很可爱嘛 但Happy Socks有个问题 就是它那个袜型 做的很宽大 很肥 所以它在我的脚上 没有很服贴 你要穿一些 比如说靴子啊 然后皮鞋这种 它那个袜子里面 很多鱼就不舒服嘛 然后Bombus家的袜子 我是穿到 所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啊 都很贴合我的脚型 我脚比较瘦一点的那种 质量非常好 毛巾袜穿着也很舒服 这种运动袜 也有一些彩色 不过我不太喜欢 它们家彩色 我觉得有点涂 我就喜欢买纯色的 然后女生有这种 Lightweight 你要注意下面写 Lightweight 这种就是里面 好像不带毛巾的 但是它也挺保暖的 有点像混了一些羊毛嘛 我不确定 你穿皮鞋 会非常的服贴 一点都没有多余的 Lululemon的袜子我也穿 但是他们家就感觉 包裹性的也太强了 因为他们可能是给运动的 稍微一点孤的黄 能理解吗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的舒适 是日常可以穿的袜子 像其他的那个袜子 它基本里面都是 带那种毛巾的感觉 就是比较运动袜 然后男生可以选 这种运动袜款式 好的以上就是我近期 买到衣服的一些单品 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种稻草 然后希望大家黑舞购物开心 那下一个视频 我近期买到那个家居的好物 育儿的好物 小孩的衣服等等 再做成一期黑舞的购物分享 那大家可以关注我 并把那个提醒小铃铛打开 这样我下一期更新视频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今天所有产品的信息和链接 我都会放在信息栏 欢迎大家点击展开查看 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